其实一直以来亚洲国家对外开放移民 总的来讲是在这个世界的移民潮的一个输出地 输入总体来讲亚洲的经济体都是比较紧的 就不只是中国 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以外 包括比如说台湾或是日本 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因为几个理由 第一个是这些国家或地区 包括中国在内人口都比较多 那其实他们就业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其实不只是中国这些邻近的经济体 他们每年的这个大学生的数量都比较庞大 那我们知道所谓绿卡 或者是他的就叫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证吧 他一般都是给这个中上收入 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一个阶层 这个知识也比较高这样 那所以他对本土的这个所谓的大学毕业生 或者是中高端的就业人员 他的这个就业压力呢 带来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就业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主要是经济跟就业了 但其次的还有就是这些东亚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他其实对外国人口 包括他们在社会上 在治安上或是在政治上 其实都是比较谨慎的 那这个情况也不只是中国这个独有 周边的国家大概也是这样 有说像越南这些国家也是这样 越南的话呢 他相对不是这么的严呢 就是主要是因为月桥在海外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 甚至欧洲其实也蛮多 那么从法律上 其实他们已经进入了外国籍 但是越南 尤其是越南的中南部 是蛮需要他们的投资 跟他们的技术经验等等 所以吸收他们回国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弹性这样的 那现在中国正在研究这个降低这个门槛 是不是说明中国在跟这个国际化接轨的 这个信号一直在释放出来 比如说这个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每一年发放的这个绿卡的数量 是中国的800多倍 有这样一个数字 那是不是一个国家在这个绿卡发放数量上面呢 就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国际性有多高 我觉得首先呢 中国发放的绿卡数目 这个规模不算很大 主要还不只是它门槛高 或者是它难不难的问题 是究竟申请的人员有多少 它的规模有多大 而且它是否真的符合中国这个长远发展的这个需要 第一个就像刚才所说 这个世界的这个移民的大潮 就是我们不往远的说 就是起码已经有这个一百来年两百年的历史 那么有一些国家像是澳大利亚 像是新西兰 像是北美的这个美国跟加拿大 它们本身是移民这个输入的一个国家 那么不只是中国是移民输出的 其实一些就是比较古老的国家 或所谓的旧大陆了 比如说像欧洲 它们也是移民也是严禁宽出的 它们也是一个移民输出的一个国家 所以大家的这个角色不一样 比如说最简单的 美国的土地跟这个天然的资源 就远远比中国丰沛 但它的人口才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不到 四分之一多一点 那所以他们能够吸纳的这个人口 当然是不一样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美国能够吸纳到它的人口的素质 也是相当的不一样 基本上全世界就可以说最优秀的年轻人 或者是最优秀的家庭 基本上都会从欧洲或者是中国各地 就移民到美国 那它当然是相对乐意放宽的这个绿卡 因为我们知道绿卡在法律上 虽然它不保证你可以成为公民 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工作 跟居住的需要 在美国比如说在一年内 你能够连续住满多少个月 在这个五年内你能住满多少年 基本上到最终你跟你的家人 都比较有可能成为美国公民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多少外国的人员 国外的人员 他真的想成为中国的公民 就会影响了有多少人 去申请中国的这个绿卡 其实我们谈到美国这个绿卡 美国绿卡的发放 那肯定是对吸引海外人才 有非常大的这个优势的 但是来看到中国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说 这一次降低这个门槛 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 您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觉得这个入境的条例 包括这个永久居民 他这个身份的发放 当然会影响到 这种行政措施的一个改变 当然会影响到进入来的人的多寡 但是它实际上 它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说最近一两天 我们有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在上海 就规模算是相当大的 这个日益的一个巧民 日本来划工作的人员 他们有不少的人已经提前回国 甚至是把他们的家人 就是跟家人分开了 宁可分开 可能父亲或母亲在上海工作 然后把家人小孩送回日本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上海的这个污染 实在是太过严重 那我们也知道上海已经不算是 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那实际上这个并不只是一个案例 这么简单 就是中国总体来讲 虽然经济发展的不错 也可以给外国的优秀的人才提供一定的收入 但实际上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的生活的状况 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在某一些方面 像刚才提到的像是污染等等的问题 甚至还恶化了 而实际上中国的GDP 这个个人收入跟外国拉近是一回事 但中国的城市 大城市 生活的数值 生活的水平 跟外国呢 其实这个距离呢 还是保持在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吸引外国 尤其是不是一般的人才 是最优秀的人才 这方面呢 其实呢 是带来一定的挑战